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常见报警的清除 那么常见的报警呢 不外乎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发生了碰撞 再一种呢就是机器人 它的运动范围超出了限制 这两种是最常见的 首先第一种碰撞 那么对于我们这把焊枪来说 我们看到的 这里啊 橡皮包着的这一块 叫做防碰撞装置 它是我们自己独立研发的 这种纯机械的结构 它是有一个优势 就是碰撞了之后 返回恢复 不需要重新校准 比如我这里 发生了一个轻微的碰撞 那么这个焊枪弹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视角器上出现了一个报警 防碰撞信号触发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按这个清除键 就可以了 即便有轻微的碰撞 只要它回弹回去了 就没有任何关系 不需要校准 不需要校准继续使用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撞击了之后 它无法回弹 那么我来举个例子 那么我来举个例子 我们用关节坐标系吧 第二关节 我们速度尽量慢一点 如果发生了这种碰撞 这个时候 同样 出现了报警 防碰撞信号触发 并且 这个时候 这把焊枪 已经撞到了这个弓箭上 它现在是无法回弹的 这个时候 再去按这个清除键 报警是无法清除 因为它 没有回弹 它这个防碰撞的信号 始终是触发的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因为如果你不清除报警 就无法伺服上电 无法伺服上电 就无法让机器人移动 所以 我们首先要清除这个报警 在Robot里面 有一个Exception 最后一个 Cancel RapidIO 把这个方框 把它点成蓝色 点成蓝色之后 我们再去按这个清除 这个时候 报警就可以清除了 报警清除之后 我们就可以伺服上电了 我们伺服上电了之后 我们一定要 脑子里要想清楚 我应该 怎么样让它去运动 才能够把它移出 这个撞击的区域 把它恢复 如果你方向移错了 只会加重它的这个撞击 比如 关节坐标系 我们还是关节坐标系 我们移动第二关节 让第二关节抬起来 好 这个时候 它不再发生碰撞 这个问题就解除了 那么 在没有发生碰撞的时候 就是防碰撞信号 没有触发的时候 按这个按键 它是不会变蓝的 只有 防碰撞信号 触发了 才可以把它 点击一下 变成蓝色 才可以去清除报警 好 这个是碰撞 第二种呢 就是 我刚刚说的 叫做超出运动范围限制 那么 每一个关节 都有它的一个 运动范围的限制 我还是以第二关节为例 我们让它运动一个 非常大的角度 我们看到 这里出现了一个 黄色的报警 第二关节 超出了运动范围的限制了 那么 因为我们 在让它 相对手动 视觉模式下 手动运动 它是以相对一个 较慢的速度 运动到了这个 超出范围的这个位置的 所以呢 它是出现了 黄色的报警 黄色的报警 按清除键 它就直接清除了 或者呢 你往反方向运转 它也会清除 那么 如果 是在一个 自动模式下 它运动 是在一个 非常快的速度 瞬间 跑到一个 运动范围超线的 这么位置 它呢 就来不及 出现这个黄色的报警 就会出现一个 红色的报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 就需要按这个 这个按键 取消运动范围限制 这个第三个 同样 一定是在 报警 触发的时候 才可以把它 按 才可以把它 按成蓝色 再按清除 刚刚是 黄色的报警 因为红色的报警呢 一定是在一个 非常紧急的状况下 可能会对机器人 造成损害 这个时候 我就不用 不以 红色的报警 来演示了 我只是告诉大家 如果出现了 红色的报警 超速运动范围限制 同样是把这个 点成蓝色 才可以清除报警 清除报警 才可以伺服上电 好 这个是最常见的两种 那么 还有一种呢 就是 如果我们这个机器人 连接了 焊接电源 那么 这个焊接电源 当然 我们在 正常焊接的时候 一定是 接线 各方面通讯 全部都接好的 如果 这个焊机 焊接电源的接线 出现了问题 或者是焊接电源 没有打开电源 那么 我们再把机器人 打开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 看总线的一个报警 就是提醒你 焊接电源 没有接好 这个时候 同样 我们是需要把这个 取消这个 看总线 检查这个 这个这个故障 把它点成蓝色 然后按清除 才可以的 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只是告诉大家 常见的是这么 在这里啊 常见的是 第五个 第三个 第二个 我们在 清除报警的时候 把它点成蓝色 按清除报警 就可以了